今天是1月5日 星期五是1月份第四個交易天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1月份只過了三個交易天 但形態已經初步出現一個先高後低的格局 待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昨天的事況 昨天行指早市先輕輕高開27點 去到16673點 這也是日中的高位 之後曾經一陣反覆而低見16516點 即是在低位的時間 相對早日來說跌至130點 但技術上亦進步跌穿了一條20天平均移動線 但在維穩買盤扶持下 市況大部分時間都斷定在1666點上 行指最後收到16645點 輕輕跌了一點都不夠 其實差不多是平收的了 成交今晚703億 即是買和賣是兩限的 賣的很老實說 來到這一刻來講 如果真的要去追擊去做淡的 他都怕會被夾 反過來坐好倉的 那些亦都是因為大市沒有動力 或者是沒有什麼向上望的躍引 所以大家都是暫時有少少保留 形成了買和賣都是冠王 但即使是這樣 這個月的形態已經暫時出現了先高而後低的格局 指數是由1號的高位17,135點 跌到昨天的低位16,516 即是說三天之內市的波幅是有619點 首先一個月的高低位是絕對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三個格局之內 當然知道619點波幅是小的 不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假設今個月最終有11點、12點的波幅 你不穿頭就一定是破腳 不破腳就事必穿頭 問題是走邊飯的意思 如果說到這一點 首先要看看指數是16645 到底情況是怎樣 第一 它是走在十天、五十天、一百和二百五十天線之下 暫時仍然穩守在二十天線上 是比較險的 一旦有一百點左右的反覆下限 就會進入跌穿二十天線 一旦二十天線失守 你只看紀律上的走勢 再向下看 另外一個防守性的距點 無來就要退守到上個月十一日的低位 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點 暫時看來看都幾百點 不會看得太多 因為也沒有什麼特別偏淡的消息出來 況且港股一直都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就算在現水平你升不到也好 你要追擊、你要做淡的 事實上來說 都要承擔一定被夾的風險 我舉個例子 上個月 所以騰訊就試過單日有317元 急插到二百六十三個八 大家記得嗎? 網易也如是 跌到一百一十幾元 又高位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網易是咬著一百五十元 騰訊是咬著三百元左右 即是說 如果你在下跌當中 去到二百八、二百七、二百六的做淡的話 你就被人夾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換句話來說 買相片大家沒有什麼信心 買下也沒有什麼信心 形成了一個社會在雜幅裡拆波 但這個雜幅拆波總會有些幅度 哪怕一千年八百點都會有 因為市場還有很多其他的衍生工具 例如旗子、轉倉也好、結算也好 牛紅症、股症等 都會左右到整個大市的方向 但有一點 我覺得市場應該要留意的是 過去這五年 每一年恆生指數的高位 都是第一季出來的 今年第一季的高位 暫時是1月2日的17,135點 問題就是我不覺得 這是今年第一季的高位 如果這樣說的話 在第一季 第一季就是1月2日去到3月31日為止 應該有比1、7、135更高的指數出來 問題是1月中、1月底、2月初還是3月 沒有人質 不過照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就不要看時間 看幅度 最重要是看幅度 以現在指數仍然走在這麼多種平均熱線之下 暫時當然先穩定低位 好了 早期分析就說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